大家好我是G妹 本期要介绍的角色是 宙副女王萨菲亚 是略义士族的女王 她的加冕之路并不平坦 也是名篡位者 但她经历了几番波折之后才坐稳王位 略义士族是一个母系社会 上一任女王婚庸无能却自命不凡 萨菲亚不看好 决定要拉她下台 没人能够知道她那看似无邪的笑容之下 隐藏者怎样的心机与惩服 疯狂与黑暗 对权力的渴望 驱使她与部属于这世界的未知力量接触 先让自己的拥护者渗透对方 待时机成熟发动政变 她确实成功坐上王位了 但由于太年轻金鱼谋算 却缺乏长远的政治视野 终于有一天 无预警的夜变再次上演 尚未坐稳王位的她结果可想而知 她的势力被连根拔起 靠着黑暗的力量保住性命 但不得不展开逃亡 她躲进了诸行者士族的巢穴 这一族有者强烈的领地意识外族通常有去无回 出乎意料的是她不但全身而退 还率领之中大军夺回王权 原来早已跟诸侯昂凯拉定下协议 这就是我们图书馆里面常看到的女王盟约 最后来看萨菲亚的采因谷羊 到底多么会榨干男人 结束前集秒血量剩不到5% 但对方5个精壮的男子 感谢各位兄弟姐妹的收看 有什么问题欢迎下方留言讨论 对方5个精通 好